剛剛想打給我先生 告訴我先生聽 好像沙田幼稚一樣 打了電話 都未跟先生說到第二句說話 有個很高的黑衣人 就很快地衝過來 我都未避得及 他一隻手就拿了我的手提電話 我就立刻叫 然後攔了他一攔 然後他就丟了我的電話下來 那螢幕就爆了 我撿回之後 我又去見到另一位 又是黑衣那個 另外和一位女士 我就以為他都是搶東西 同黨那樣 我就不斷扯著他 然後一直迫到他的玻璃 拔了他的口罩 然後同時我仍然叫搶東西 有兩三個 有一個在後面拉我的衣服 一個在前面打我的手 後來那個男生去了哪兒 我就不知道 因為有一個很大力地 拔了我的口罩 我就掉了落地下 那因為落地之後 我心臟有少少事了 我聽警察說 大概約10分鐘是昏迷的 我覺得現在治安差 有些人可能是穿著這些衣服 可能做一些違法的事 但是不接受就是 一些普通人 因為那個政見 所以連違法的東西 都變得不合理 如果那個地方沒有警察 其實很大件事 其實我很傷心 因為我們韓國其實 機會都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都是很多韓國人 來到香港做事 至少找到天有機會 你覺得如果香港不自由 不定韓國就更重要 因為韓國男女已經不公平了 還有如果有少少事 軍隊就不出來 ано一天 歼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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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